香港是否一個文化沙漠呢? 這裏的獨風氣好像不是公勝行波 而且香港土地串金赤土 我們很少會見到好像台灣的成品書店 又或者內地書城這麼大規模的書店 相反 我們抬高頭望一望 在繁忙地區樓上書店開讀成行盛市 已經變成了香港街景的一大特色了 相信如果有好的書和有好的環境 應該會有更多的讀者 香港有這麼多樓上書店 怎麼做會比較特別呢? Cian,不是說去樓上書店嗎? Laurence,不要經常發白日夢 我們逛逛逛逛已經到了目的地 這裡就是油麻地 今天我帶你去一間很特別的樓上書店看看 在哪裡? 在這裡而已,跟我來吧 這裏裝修別致,光線充足 給人一種很舒服的看書環境 這間樓上書店主要是來買賣回收回來的書 剛剛開業務內 已經有很多有心人捐出他們的書了 如果你細心找一下,說不定會找到寶呢? Cian,我真的找到寶了,你看 有四本講世界歷史一套的 還有兩本大東西 你何時找到這麼多書? 你知道大部份的書都是由熱心人士捐出的 而書是以厚度來計算價錢的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用什麼來量? 你把書放在這裡 他每兩cm就20元 哇,七本書,即是160元 是啊 不要再想玩了 讓我介紹這個店長給你認識 走吧 Hello,Oscar,你好 Hello,Cian 我今天帶了一個朋友來 我是Lawrence 我們今天想知道下班回書店的運作 是,簡麥幫我們坐,你慢慢說 好 Oscar,為何會有量度厚度的構思 其實因為我們收回來的書 就比較多種類 就不像一般的書店 可以一大量的書面 價錢進去 我們看書的價錢之後 就平均計算到 是差不多每兩cm 就是20元這個價錢 所以將一些書量 即大部份書類 分不到價錢 就放在每個量度厚度的位置 給別人選擇 第一,就做到一個方便點的方法 第二,就是一個吸引別人買書的方法 哦,原來是這樣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 我還知道原來回書店 是一個社會企業的模式來運作 啊?什麼是社會企業? 不如我們一起問一下店長吧 Oscar,什麼是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的工作 不是以一個商業化的模式來運作 我們收回舊書回來 主要是為了一個知識流傳 和一個環保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叫做一個社會企業 我八卦想問一下Oscar 你是不是第一次接觸社會企業呢? 以及跟之前的工作有什麼不同呢? 沒錯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社會企業 因為我剛剛轉來這裡做的時候 才首次接觸到什麼叫社會企業 我以前原本是做Marketing 是做一些市場策劃和推廣的工作 啊,由Marketing 轉做社會企業 聽起來也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但是以前呢 就真是純屬於一個商業角度 是做這些工作 就是只要是賺到錢 就不理中間發生什麼事 但是現在在這個社會企業做 就除了賺錢之外 就要顧及很多其他的事項 例如是否真的做到我們的社會使命 例如環保 是否真的將那些書 去到有需要的人手上 即是一個知識流傳 那就變了是 除了以前的 一路去做的宣傳 賺錢那些方面之外 就要顧及到一些 我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項 有人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 很多人都沒有閱讀的習慣 而且市面上又越來越多 留上書店 我想問一下 回書店現在經營上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最大的問題也是 現在香港市民 其實都閱讀的興趣很低 其實是 如果相比於其他國家 香港人搭車搭船 只會拿一部遊戲機 十個都沒有一個會拿一本書看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我們也是我們的使命 有甚麼辦法推廣閱讀 去到多些的人 多些人接觸到讀書的好處 但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暫時就不是很多 我們同類型的店舖 亦都所知 香港人最多是買新書 反正買完之後 就不會怎麼處理它 變成二手書 是只有教科書來有市場 暫時來說 真是二手的其他類型書籍 暫時就完全不流行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最大的困難 你剛剛說完經營上最大的困難 又不知道回書店有甚麼優勢呢 其實我們回書店最主要的優勢 亦都是剛才我們說過的缺點 就是很多香港人 其實買了書之後 他就不會怎麼處理它 囤積了大量的書在自己家 我們最大的優勢 就可以去到他家門口收書 只要他有我們電話 打給我們 約會時間 我們就直接有專人 上到家門口收書 只會把書拿出門口 我們就把書拿好 運回來 另一個大優勢 就是我們以社會企業的形式來運作 很多香港人 其實他的舊書 他真的想扔掉 但他覺得扔掉好像很浪費 或者不想做廢字 賣掉它 我們就幫他的書 找回適合的主人 這兩點就是我們最好的周勢 Oscar 你剛剛說社會企業 要達到社會使命 不知道你是怎樣做到的呢 我們社會使命 最主要就是一個知識的流傳 知識流傳有兩種 一種就是把我們現在現有的知識 帶去一些 例如偏遠的區域 好像是天水圍 粉嶺等地方 第二個社會使命 就是把一些知識流傳到下一代 例如現在的書籍 是一些名作家出了 但如果你不要 他扔掉它 下一代就看不到他的書 這一種我們就真的要收回來 保存它 我們不是就這樣賣 可能會是掛出來 是蒸一些有心人 真的想保存這些書 賣給他 早前有一位老先生 他過世之後 他的子女就希望把他的書捐出來 他真的希望我們能夠 將他的書流傳下去 不是就這樣一個人過世 他的書就這樣扔掉 就很浪費 我們也很高興收到這批書 他的書真的很有保存價值 我們也希望找到一個 真的對書有興趣 收藏著書的人買他的書 這兩個就是我們最基本的 社會使命 還有一種就是環保 有時候有些書真的 已經沒有辦法再收復 或者已經殘缺得很厲害 我們也不會像平時扔垃圾 扔掉它 會給專人回收 再做紙 那真的不錯 一來可以做到環保 二來其實香港也有很多貧窮的家庭 不是每個小朋友都可以 用這麼高的價錢買書來看 又可以給他們用低價的價錢 買到一些他們喜歡看的書 三來又可以提高青少年就業率 我覺得真的不錯 你不要再陶醉下去了 不如我們現在問一下店員Hugo 在這裏做事的感受 走吧 Hello,Hugo 你好,有梁曼書嗎 是啊,就是這裏的店員Hugo 你好 我想問一下你平時做事是怎樣的 我們平時都是處理一下書籍 偶爾會出去收一下書 另外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的機會 去清眠空間開書展 你在這裏做事有什麼得著的? 在這裏做事那麼久 我偶爾會拿書回家看的 另外因為接觸的書多了 所以對閱讀方面都產生了一些興趣 另外可以幫客人去找書 也挺好玩的 那我們也不允許你做事了 好啊,你們慢慢看 是嗎? 是嗎? 多謝 好